歡迎來到舊遊戲講故事 一個專為懷舊遊戲愛好者而打造的節目 大家好,我是Terry 我是Ken,大家好 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舊遊戲就是 當年大賣的PC單機版遊戲 金融群合轉 遊戲推出的時間是1996年的暑假 好像還沒出廢 你別玩了,當年還在用3.5吋磁碟機 還在用DOS的平台 Windows當時還沒流行 DOS,有印象,我有玩過日版的同級分 後來這遊戲還出了光碟版 只是金融狂合展這款遊戲 都出了好幾個版本 其實我最喜歡玩的就是光碟版 還沒計算當年這麼盛行 開心版的導版之外 就證明這遊戲有多厲害 沒錯,沒錯 當年還不會輸給Diablo 暗黑派衛森這遊戲 這麼勇氣? 是啊,所以這次的題目 我們就找這隻做主打 好,開始了 咦,現在畫面看到那個 就是當年的 這個是光碟版還是磁碟版 這個應該是磁碟版 磁碟版 炒得了 這隻炒得了 什麼遊戲啊 只是沒有計算 包裝上網看過 我想起碼一千元台幣 就是那個盒 咦,升了值 是啊,升了難的 那裡 是啊,還沒計算 可能你到時回來的那個盒 是不是完整 裡面有沒有東西在 或者漏了什麼東西 真的不知道 完整的不是不得了 只是那個盒都一千元台幣 是啊 是啊 當然是掉了色的 應該 沒有保存 應該有些人有保存的 不要緊 到時我翻一下這間店 有沒有這些新床版 立刻拿去買了 我去台灣找一些舊倉底貨 還沒有 還可以 先爆你的倉 好了 我們來這隻遊戲 有多厲害啊 過來聽聽 有多厲害啊 講個股市 還是講個背景 你說厲害 不是厲害 跟銀黑破壞神 Diablo差不多厲害 那邊真的很厲害 厲害 厲害的意思是 因為它的銷售數量 是比Diablo買得更加多 是啊 首先它的價錢 在當年來講 在這個盜版的盛行之下 它都是賣不用一塊錢 就已經很受歡迎了 Diablo那時候 賣的遊戲 是賣兩塊幾 三塊錢的 一對比之下 可以玩啊 是啊 入門方面已經差很遠了 還要 那時候Diablo是英文 現在這隻金融學長是中文版 更加受歡迎了 加上金融這兩個大字 更加不輸涉到哪裏 這隻遊戲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唯一一隻 是輯錄金融十四個著作的一隻遊戲 是啊 還有它不同的主角 還有一些奸角在賣裡面 是啊 好像後期那些金融群合主 出了一隻 但是後期好像是沒有齊了十四個版本 是因為應該是授權問題 因為早期的授權是很便宜的 我記得那時候買這個授權 加上所有著作都是很便宜的 不過後期是因為發覺原來這麼賺錢 遊戲是可以做到 然後就炒貴了 現在基本上你當年的價錢 即是四本書裡面的一本著作都賣不到 重點是這隻遊戲呢 它正在什麼呢 我想它應該是這個穿越劇的始祖 它是利用現代人跳去古代的遊戲 是啊 一會兒我們播一些片給大家看的時候 可以再講多一點 它是一個很前衛的 其實今天我們在講幾年前的 一些概念 其實它那時候的遊戲 在開場的時候已經講到 我們好像有些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展示一下給大家看好不好 是啊應該要 等人家可以看一看 當時 是啊 當時這個版本 《軟體世界》曾經是根書出過的 賣120元 連著遊戲 當然那時候那個版本是有光碟 就不是用磁碟 那時候已經很受歡迎 就是這本書 現在在畫面看到那本書 是啊 你媽媽那時候一本書 在賣65元 港幣 多貴 好了 我們看看其他頁數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個地圖 是的 而且看到中間的對聯 那十四個字 其實就是四本書的開頭 那個所謂的十四天書 遊戲裡面的 是啊 就是金融群合轉 拆開這個 雪山飛湖 少傲江湖 天龍百步 神雕俠女 等等 等等 太多了 很難記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它的地圖 如果要玩開 就發現它的地圖 雖然有進去一些比較 叫做 轉場畫面 去建築物裡面 但其實整個大地圖 是一個畫面過的 相對比較開放 當時DOS年代 可能只有1-2MB RAM 現在說的是多少 8GB RAM 但當時1-2MB 不是1GB 而是一個很厲害的 即以開發來說 也是一個技巧 當然 早期DOS玩的 會比較好 即使用的時候 過場與過場之間 可能走到一段時間 可能一段時間 就會停一停 這就是以當時來說 它不需要重新出現畫面 再用整個地圖 基本上地圖是很大的 這也是首創的 但當年來講 走多市版的時候 很多客人都要弄一隻Boot機 來Boot機 因為如果不是不夠 推不到遊戲 因為當時是3-860-460的機 是差很多的 重點是它的OS本身 它是全部要打 Command才能進入OS 指令 是的 那時候是 可能現在大家不知道 其實那時候開機 你可以拿著 所謂的3.5吋磁鐵 一直用 1.44MB的 那它一招下去 它就招了DOS DOS 其實是 Command mode 現在我們叫POM 那時候就是打 Command Command 就是什麼 DIO 它只會看字 就不懂 不可以用Mouse 你要去到Windows 3.1 才可以用Mouse 我就用Windows 3.1 打機 那時候就是 是的 在那時候 這個遊戲是真的很厲害 當然我玩的時候 已經是比較厚一袋 因為太年輕了 沒有出生 不要裝模作樣 我繼續 我要練習 練習下去 下次見到我就出生 回來了 其實呢 再看看其他的 這本書 其他頁數 這個是背面 遊戲的背面 當然 裡面看到 其實是說回裡面的場景 其實它的內容 到現在去玩 雖然它們不齊快 那麼多的細節 但是呢 而且很離開 因為它有14本著作的 一些特別的英雄好看 主角那些 通常都有出的 但是 可能一些相對比較少的 最熟悉的是 射雕 那個 楊過 神雕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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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能是 那個 《倚天圖倫記》 電視劇會容易播放 還有它有一個 天龍八博 這些就會多些 角色的參與 還有故事 但可能有些相對比較 我自己不熟的那些 電視劇比較少播一些 相對劇情會比較少 但是Anyway 其實是很厲害 它將多年的資源 也有很多 VM都是只有 那些VM 我跟你說 我可以製作到 14本小說的一些經典內容 那個內容的闊度 和整個世界觀 和一個開放式世界地圖 是很厲害的 再看看其他業務 大家想看裏面的內容 可以到時 Post之後再看看 或者找一下法國 法國你有沒有這本書買 這本書沒有 但可以加入我們Facebook專頁 舊遊戲系列 我會Post上去的 Terry Terry 有很多這本書買的 到時你可以幫你找一下 現在沒有現貨 都可以幫你找一下 先宣傳一下 拆了這個廣告 好繼續 這些就是當年本書裡的 介紹和說回江市的遊戲 人物 大家最喜歡的田白桿 狐飛 狐飛雪山飛狐 都多的劇情 還有其中一個 金融群合轉不得不提的 林平之 稍後我們展示畫面 正常第一個遇到的敵人 就是林平之 第一個大敵 幫主角升等級最好的角色 當然 還有劇情非常重要 可以給大家練這個葵花寶典 辟邪劍譜 通常有兩種玩法 如果大家想不開 就把主角練辟邪劍譜 如果不是就幫所有的林平角色 練成這個圖劍譜 非常之好玩的 不過現實千萬不要試 加上指引這一部分 大家心靈心照 繼續 接著我就開始播一下影片 大家看一下 對 當然 當然 中文名有個問題 就是 你入主音 主音輸入法 其實我現在都不懂 我通常玩的時候 我都是 一定用主音 所以通常為了玩遊戲 以前我不懂的時候 隨便拿個字 就知道他給我過 就先玩了 但是後期 現在方便了 可以一直上網 找到主音 怎樣玩 然後打完之後 再打自己的名字 好像有一個小吉 小吉那個名字就是我 我就 在裡面打完之後 可以再出自己的名字 所以其實這遊戲 我重玩了5次 這個是其中一次 這個由頭玩 這個魏小波 其實呢 剛才看到 他一開始有個秘技 就是 Baby Wolf 那個 其實是一些很和 彈球隊有關的 因為那個創作人很喜歡 彈球隊 其中一個有關的 打完之後 就可以全部屬性 是升到爆燈 不是那個資質 不過資質 升到爆燈 有什麼好處 記不記得 發覺什麼 聲霸會輕肌 因為不行的 聲霸會輕肌 聲霸會輕肌 聲霸其實 其實資質高 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學不到 這個左右互搏 叫不可以 哦 是 不是 重點是 是他這些物技 這些秘技 當年是很多人不知道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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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上網 全部都看 以前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 賣鏡的那些店 全部都用那些影印紙 去影印一些 所謂的攻略 或者攻略心得 或者所謂的悲技 那些要給錢買的 是的 是的 當年 當年 我第一份工作 都是做一些編輯 就是做一些遊戲雜誌 那些 就是寫下攻略的朋友 是的 是的 就是這些 可以的 可以的 養育了很多年輕人打機 當然我打機的年輕人 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靠這些工具 打機 賺錢 就買到我的生活費 當年 當年 投學時期的生活費 就是我一直 一邊讀書 一邊打機 一邊賺錢 當然要寫字 要動畫稿 無論如何 你看到這個 那個密記 我現在回到講解 通常我現在的攻略 都是現在有 上網還保持有些攻略 就是放在巴哈姆特 其他金融共存 攻略 這個可能是BOSS版 原版 你們會找到巴哈姆特 有個攻略 有興趣大家自己去看 我們就不早搬運工 免得把東西搬來搬去 但無論如何 幾多度我都看了 在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去到後期 你見到 第一個打完林平之之後 接著就去找段譽 段譽也是最容易收的角色 其實它的設計 相對地 就是你一開始可以用不同的次序 去邀請武林好巷 其中一個所謂的完美版攻略 是怎樣 就是說 其實我可以先收監人 相對一些邪派的 因為它有一個道德指數 叫什麼道德指數 有什麼用 不記得了 真的不記得了 因為太久沒有再碰這遊戲了 這次都是主要 由你去幫我牽引 去怎樣說這遊戲 因為我玩了五次 是啊 你玩就玩不了那麼多 不是 我玩就玩不完 是啊 太多遊戲要做 不要緊 我以前都是做攻略的 所以通常是一些職業病 其實它有一個叫做道德值的 通常就是說 假設你不問過主人 亂開去寶箱 櫃那些 都好像以前所謂的勇者 勇者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專門用來偷搶 其中 他會減道德值 這個其實都是相對地 當年來說都是比較新的一些叫做系統 就是說原來是可以這樣的 可以補完東西之後會減移 但是如果你得到主人同意 或者減育本身 其實是沒有人的意思 例如屋主已經不在乎人態 或者你已經在劇情裡面已經消失了 那你開寶箱是不會構造的 是 但是那時候其實也很厲害了 是啊 這個是真是比較新的一個概念 就是後期很多RPG 我不敢保證它是不是第一個 但是都很肯定就是它是相對 比較早期已經有 還有呢 剛才如果你有留意 開幕的時候它會有一段對白 其實它是說這個主角 其實是在玩遊戲裡面 進入了這個武俠世界 金融世界 它是提到一個字的 叫做VR遊戲 是 其實今天我們說很多元宇 就是近年才有的 但其實都是基於一個叫VR遊戲的一個元祖 其實可能也是在說VR遊戲 都是近十年內的陳一文 真的做到出來 而大家覺得是認可VR遊戲 其實戴著頭盔那些 戴著眼睛那些 戴著眼睛那些 朋友玩遊戲 是很真的 好像看到電影的時候也很真的 回八六幅度去看 那就是現在的VR遊戲 都是用了這個概念 在說1996年 這遊戲出的就是1996年 所以現在差不多30年 沒錯 沒錯 其實這裡都可以插一點 我跟遊戲創造人的職業領身份 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 今天我們說好像很前衛 AI、元宇宙、VR 其實很多是來自遊戲的應用 在概念上面 不論在故事裡面 甚至乎他們已經博眼所空間 甚至乎很多其實 是一班原本 今天做一些IT科技人 就是當年受到這個遊戲起發 或者令到一個分圖 他們做了這個創作 還有很多技術 特別之前說 其實最早真的應用AI 在商業用途上面 其實就是遊戲 當然遊戲裡面的AI 和今天的AI 是有小部份 我也肯定 將來AI 會應用在遊戲上 做另一個層次的應用 是會更加清楚的 也跟我們剛才說 VR遊戲裡面 也在說前期比較流行的元宇宙 其實全部的技術 基本上有99% 是基於VR遊戲的概念 去變了出來 但是當然 近年可能 宇宙這個概念會 退後了一點點 AI檢測了 但是這個也是遊戲 所以回來了 金融群合轉 而且確是不論遊戲設計 內容 甚至乎他們的概念上 用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 真是未來花年 影響到未來花年的 一些叫做元素 在裡面 還有一個練功系統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其實練功系統 他真的做得不錯 我覺得他在說一個經典 經典程度 除了大地圖之外 他的練功系統應該是 整個遊戲裡面 整個遊戲四代 我們在說所有遊戲裡面 很早期可以練習所有的成功 甚至乎今天可能你看到 我玩一些手遊 其實他練功 當然他可以練到很仔細 但是問題是 其實最初的概念 都是來自這個金融群轉 即是那個技術 那個概念 當然技術上面 你現在當然是 隔了有沒有30年 接近30年 接近30年 28 28年 準確一點28 28年後 如果跟你說 我還去拿分 28年前的系統 你真是扔他 雖然現在那些系統 都不是分榮很多 但是 還有他後期 我不肯定是否 都是和諾有關 還是他們Defense做 外傳 其實那個練功系統 是更加靚實 和和諾工作室 這個遊戲是和諾工作室 去開發的 叫做何諾群合轉 達哥 Terry 當然我看你之前也有買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課 無論如何 這個叫做 何諾群合轉 其實真的 都是一個 比較 如果你問到 金融群合轉的下一集 與其說以待 倒不如說是何諾群合轉 因為何諾群合轉正正是 駁住了金融群合轉的結尾 是 即是駁下去的 是駁住的 因為他最初 最終 這裡有劇頭 如果大家不想聽 就快點 自己玩完遊戲 才看結局 因為我都會展示結局給你看 如果你看到沒有的話 如果我們講得久的話 回到去 就是說 他的結尾 其實是說 他會離開了這個武俠世界 而武俠世界 離開了之後 他會進去下一個空間 而何諾群合轉 最初就是剛好在下一個空間 離開了 進去新的武俠世界 由於他沒有版權 新的時代 他沒有了那些主要的角色名 即是金融那些名 可能你看到的角色名 那些角色名 這就是他第二集 但他就駁著結尾 去到一個新的時代 而那個時代 其實他會有 這個主角的銅像 當然是否同一個 我就沒有深究 但他應該是 因為他在最後說 有一個銅像 遺留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 這個金融群合轉 這個第一集 和那個叫做 可樂群合轉 其實你可以看回他們的結尾 和兩個開頭 其實他們是有這些關聯 和他們的遊戲劇情 當然了 實際想知道的 大家可以買來玩 當然 如果法國那邊 Terry那邊 不能賣不要緊 我記得好像 網上 好像Steam那些 都可以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沒有出 因為版權問題 他不可以再出 再出 要給好 金融群合轉 就沒有了 但是和樂群合轉 是 是的 Anyway 這個 金融群合轉 好像現在只剩下一些 開心版 是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 賣了多久 但是很厲害 我記得他那時候 買到 真的 真的發達 這個團隊應該是 不是 他之前都聽聞 他之後做的遊戲 全部都出事 因為他都花很多時間 做不到又要再拖 做不到又要再拖 是的 但是後期好像也有投資者 通訊也是 我們做遊戲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多久 或者下集 或者有機會講一些新宣史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 你採用第一隻 之後才是最糟糕的 通訊就是 採用錢 折口的 是的 可能第一隻 賺了少許錢 但問題之後 會輸間廠 因為最主要 你看到他們 可以做很多這些 這些新的功能和他們的概念 是真的做得很遲 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誠 但當你說我要超越三百年的時候 接著就OK 大家一起買一塊東西 一來有些事情做不到 接著不來 有些可能就是 因為國製作budget 跟上到不到 可能你有想法可以想 就很快 三百年後 但技術可能還會停留在 二十八年前 那這些 很常有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間 甚至乎那些很大很大的廠 都因為這樣而消失了 不過這個 有機會再和大家 慢慢數一下出來 那些 Anyway 到這裡 其實看到畫面已經開始說 剛剛 接近結尾 他在玩14篇書 那些 接著就 去準備打 淑大惡人 都看你的賭得值 那些賭得值 是高賭得值 你是一個很有賭得的人 就打淑大惡人 如果你是一個無賭得的人 就打淑大惡人 這也是一個好經典 後期 我想很多遊戲都說 反正我到最後當然要等下 那些大佬一起去圍偶 到最後都是打 其實BONNIE 我想除了他 還有其他遊戲都是這樣的 到最後的Ending 就一次過和大佬一起去打架 BONNIE都有這樣的習俗 其實我自己覺得 金融混合轉給我自己玩的過程中 其實他都有很多 是當年是一些比較 前衛的元素 那你見到其實是一個 想想一下 都是那句 你的VM只有1、2mg 但是跟你說 你的遊戲可以玩到這麼大的 這麼多元素 這麼自由度這麼高 還有這麼多內容的話 其實是超值的 當然 我沒有肯定 到時候我們看看 這遊戲要求有多少 雖然說有些系統1、2mg 但不排除 有些可以去到4mg的RAM都沒有 什麼合體有寫的 我給你看 剛剛合體有寫的 系統要求 應該是高的 以多年來說 這個容量應該是高的 但是 無論如何 都不會多過10mg 當年的機能 多時 是一個 VM是很少 即是1、2mgVM 是已經當年的標倍 有所謂的 是 是 你見到 主角現在穿越到30年後 其實你看看 康洛群合傳 他就 說回 接下去 他跌下去 不知道在哪裡 回到現代 回到自己的年代 其實 到了未來的一個 武俠的時代 應該只要回去 而且 如果要留意 他們那時候 他的製作人 他就有幾個 幾個銅像 到時候 你記得 何禄環傳 都是一個銅像出來的 但是知道銅像那個人 是誰 小蝦米 小蝦米 其實小蝦米 如果大家留意 假設你分開遊戲 什麼都沒有減過 你可以載到檔案 本身有一個很厲害的 已經練到很厲害的角色 那個就是小蝦米 當然這個角色就是我自己改名 這個就是遊戲之後 我純粹是鬆氣度定的 給大家看 還有其他鬆氣度 你看到 能力全模糾糕 其實不難練 這些武功去到後期 你發現你會太厲害了 還有 還記得 主角的最厲害的一招 是什麼 野球拳 野球拳 不是全遊戲那隻野球拳 以前的遊戲是叫野球拳 不過 除了這個絕招 跟那個野球拳有些關係 但是Anyway 在遊戲裡面 他第一招 通常那個系統已經給了你招式 就是叫做野球拳 你不用學的 迫著你要有的 是得一的 他沒有被吸煉 因為正常其他武功都可以用大部分 用地級去練出來 選擇 就是野球拳的拳 你要靠用得多 你可以對著空氣 但是你大約打六十幾下 每次有六十六下 他就要升一級 但是頭的九級都是很差的 攻擊力是很弱的 基本上頭的九級都是攻擊力最弱的 接近 去到第十級 他一下可以打六百多HP 六百多HP 剛才你看一下主角 現在他的生命值 最大生命值是九百九十九 所有角色的最大生命值都是九百九十九 就是只要你打兩拳 基本上是所有絕世高手 都會被你一拳打 這個就是 即是等於 現在是一拳超人 是不是 即是一拳超人 但是記住 剛才我講到 資質低可以學到 叫做什麼 左右互搏 左右互搏是什麼 左右互搏就是 100%你可以連續出同一招兩次 即是說什麼 即是你打一個超級高手 你再用左右互搏再加野球拳 基本上你一個回合 就可以KO一個超級高手 但是 剛才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打十大惡人這個位置 其實我是沒有面對左右互搏 所以我不能一拳KO一個敬人 當然有些角色比較差 只有三百多至五百多HP 還有大惡人 其實 他有個設定 當你資質高的時候 你可以學武功快了 但是 你要打到那些十八惡人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靠一些招式 這個策略就是當你資質太高 因為你不能夠一拳KO一個 你就要小心 就控制我小心 那我就把防禦力提升到最高 即是說我把防禦力提升到140 至少兩個回合都可以頂到 而且用那兩個回合就是用範圍攻擊 其實他的武功耐一攻擊力最高就是野球拳 再加上左右互搏 但是如果有一招 主角學不到 但是範圍攻擊最強 聽不記得什麼招 範圍攻擊 但是主角不可以學 但是全國遊戲最強 接近排第二 這招我真的沒有聽過 這招我沒有聽過 這招我沒有聽過 表奧江湖那招呢 令狐聰 燃燒雲獎 令狐狗劍 令狐狗劍 其實狐狐狗劍主角不可以學 他是令狐狐狗劍專有技 那招其實他超強 其實我經常都研究了很多 我從第一次玩 我看到靈魂聰用的招 狐狗劍很厲害 一招都研究了百多HP 而且這個範圍是全遊戲最大範圍 還有最遠射程 就是遠射程再加大範圍 簡直就是很屈肌 基本上如果你說我拿招 還要加附傷等等附帶的副作用 對敵人來說 這個主角不可以學 我試過加爆G-10 都是不學的 一定是劇情 另外一招其實也有接近的威力 都是小號光會 不過是敵人才有的 那個就叫做葵花寶典 辟邪劍普的威力很厲害 接近野球權的威力 外形中好像不夠野球權 但辟邪劍普可以說 不要不練野球權就練辟邪劍普 這幾招 還有葵花寶典是敵人 東方不敗才有 當然有些人改遊戲可以改出來 但如果是同學正常的遊戲路線 葵花寶典只有東方不敗可以用 都是基本上跟獨孤狗劍接近的 都是超大範圍攻擊 也是比較遠的射程 所以這個遊戲真是好玩之處 就是可以用間一攻擊很強的 一點攻擊就野球權和辟邪劍法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用大範圍攻擊 主角也有一招大範圍攻擊可以學到 你知道哪招呢? 真的不知道 這招是兩招 其實他不止一招是兩招 其中一招的攻擊比較強就是九陽神弓 那個就是耳天屠龍記中 張毛記的招式 你救了他之後就學到 另外一招是一個比較入門容易得到的 就是一個叫做霹靂劍法 霹靂劍法其實就是這個遊戲幾個非金融不下的幾個高手裡面的所謂的霹靂堂 就是整個遊戲圍繞著霹靂堂 霹靂堂就是現在主角離開霹靂堂的地藏 最終就是整個遊戲創作人造出來的一個空間 他有一個叫做霹靂堂法 是霹靂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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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裡面有很多元素 是後期的遊戲反而都不成功 譬如說 你不同的武功對不同的武器會有加成 霹靂堂法是會有傷害的加成 如果你想用霹靂堂法 可能你用扣法領 他的範圍依然是和霹靂堂法差不多 但譬如說霹靂堂法打300多血 他這個指引就打800多血 但如果你配合霹靂堂 我印象中可以打200多血左右 就是再加成 是弱化 但是九陽神功 基本上攻擊力和霹靂堂法來說是約一級 但其實都接近200至300 但是有問題 射程是沒有太遠 即是不可以很遠 但他的範圍都可以大 經常都是數一數二 這個就是相對弱化版的獨孤狗劍 通常打最後大佬都會用這兩招 反而你的韓龍十八掌相對會少用 你看到我遊戲中有練習 通常用成功 通常是打大範圍 大範圍再負傷大毒 除非你遇上超級高手 或者自己太弱 就會用負傷和毒去磨對方的血 不然基本上野球拳發出一拳了結 因為當時客人跟我分享過 他們每個人都是練野球拳 一旦就PK他 當時我記得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不懂得有秘密的絕招 或者秘密的功能 大家知道野球拳這麼難用 這麼難練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就練一下 通常練了真的很厲害 所以這個是有很多驚喜 這遊戲的容量雖少 但實際上他在極有限的容量上 他做到最大的可能性 這個是他可以當今一個經典遊戲 就算我會膽敢說 他就算不算是弊 都應該是肯定是失敗之內 我自己拍攝來說 我自己的遊戲玩了五次 他起碼是除了等同Diablo 還有都是等同Final Fantasy 就是太空劍士的級數 所以最後你打爆機的時候 是會有兩個結局 還是有一個結局 其實主要都是一個結局 因為無論你打十大惡人 還是十大悲人 對話好像有點分別 但是基本上他都是離開了遊戲 跳走了 反而後期出的作品 他就會多過不同的結局 但是那個是後期的東西 應該都是金融群合轉 不過可能是金融群合轉的另一個版本 是什麼意思呢 或者後期可能因為版權問題 沒有叫金融群合轉 只有叫何樂群合轉 即是用了另一個遊戲去延續故事 應該這麼說 還有最主要是變成3D 就是何樂群合轉 我想是近年你還可以玩到 而且因為你舊那隻有版權問題 就已經不可以再出分的版本 就是出分的級別 但是反而這個何樂群合轉 就是他基本上用了原創角色 但是他有一些武功是更得分的 因為其實在版權上面 角色是會有版權的 如果是一個原創角色 但是如果你是武功 相對地那個版權是很難去告入 甚至好像有人告 然後最後是告不定的 就是說版權是一個什麼 武功招式不算是一個審權 當然了他裡面很多細緻定位 可能你都是要每一個個案子去定 但是招式來說很明顯 有些招式是直接用到金融入面的武功 但是因為有些金融招式裡面的武功 好像韓龍十八掌那樣 其實是說的其實是疫經裡面的一些 叫做那些掛像來的 招式名字都不是金融原創 那些掛像就變成了可以用得翻 類似 所以很多這些如果他借用了一些古代的名字 或者是名詞的 就相對地可以用得翻 所以見到其實韓樂團團是有些招式直接接近過去 有些沒有有些有 但是你也看到很多一些影子 就是說可能有些角色的設定 可能是會和某一個高手有些接近 雖然他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各人馬克勾華 但是何樂工作坷去做這些關於武俠的設定 故事和遊戲的製作呢 的確是給大家很有這個期待和憧憬 都做了幾隻 都做了幾隻類似武俠為主題的一些遊戲 是 挺好的 這次我們講得不錯 至少可以讓大家知道 以前這隻金融合作有多好玩 還有多有特色 再加上這隻遊戲 當年是真的挑戰很多不同的大作 看回歷史這隻遊戲 當年推出的時候 是有很多類似的這樣的遊戲推出的 但是都不夠你 因為他的確是在當年 比別人還早 都用了很多一些叫做系統 和心機去出滑整個遊戲的作品 的確是 就算當今一些手遊 聖級的手遊 你問我和這個玩起來 那個深度來說 我個人覺得金融群合轉的確是 比得上很多所謂的3A級大作 當然3A級大作他們玩的東西可能很不同 但是我會說純粹遊戲性來說 金融群合轉絕對是值得大家玩的 當然了 是不算的了 不過大家上網有時會有些開心反彈 但我都說了 小心中毒 這些遊戲不要亂開 那些遊戲 剛剛我發了一張圖給你 是當年金融群合轉的廣告 如果你現在方便的話 可以放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除了遊戲製作人 他這麼努力去做這遊戲之外 其實整個遊戲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金融 這個名字 當年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都出了很多不同的劇集和電影 陸頂記 天龍八步那些 各個皆知賀文 再加上神雕合女 射雕英雄轉這些 簡直是一開電視就是看這些 所以有誰不認識他們 OK 是的 這個 當年他的封面 他的廣告就是這樣 我說回 其實在金融群合轉帶來的 除了遊戲裏面之外 都真正是把一些 錢權的價值帶出來 真正是說 如果沒有金融群合轉 當年有很多電視劇 但你留意一下 其實當年的電視劇 的一些版權費 都不像現在那麼高 其實廣告上面 是因為金融群合轉的成功 也是把這些不同的版權 包括當然最大的利益就是金融 金融就是說 他發覺原來我的生業價值 我的IP是這麼值錢的 然後就水漲船高 往後的金融作品 你再找他拉伸 無論是拍劇好 拍電影好 還是做遊戲套 你會發現 好像 那時候 是一直升的 不斷升的 你永遠見不到頂 是的 所以金融群合轉 真的帶來了很多 無論是遊戲系統 遊戲概念 甚至說不只是遊戲概念 甚至說一些方技概念 會去到一些版權往後的影響 他絕對是比起Diablo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特別在華人的圈子裡面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爆發性的作品 令到整個世界的發展 就是把這個IP的價值 特別是金融 無論是遊戲和科技都一樣 我會這樣說 大家之前不要看掉這個作品 但是等一下 就是因為這隻金融群合轉這麼成功 它裡面有14個遊戲 就是14個IP在裡面 後期之後出的遊戲 它已經沒有出金融群合轉2、3 為什麼呢? 因為它拆開來 再散開來出遊戲 意思是它後期將它14個小說 再分名地出在不同的遊戲裡面 包括很受歡迎的陸頂記 《天龍八步》、《二天同龍記》 這些人都應該有玩過的 我們可能將來… 是吧 所以這些都是很棒的 反而後期我覺得 玩得最多是金融群合轉 另外一個就是 好像是 我不知道和何樂有沒有關係 一個叫金融群合前轉 這個遊戲 但是印象中好像沒有做過收費牌 金融群合前轉 那些人走出來之後 自己做完整版 收完後 但是沒有拉前轉 是的 但是金融群合前轉 我覺得它的系統 是比金融群合轉 是更加完整 和更加完善的 如果大家 Anyway 如果你們有很好的防毒系統 可以下載網上的版本來玩鞋 但是Anyway 這個好像沒有正式出過任何正式版 應該是版權問題 因為其實它的版權 可能它做完之後才發現很貴 那時候已經升價了 所以我們坊間基本上是不會看的 沒有什麼都賣 這個那個 但是沒有出來賣 純粹是一個免費版本 希望上下再露 但是 自己玩一下 開心一下 但是這個也是值得視的 我都玩了兩三次 後期就是何樂群合轉 我們現在有一個預備會說的題目 可能就是這個遊戲創作 有關的捷律史 就一定是 你看看我們新選 其實你看到他們 何樂工作失去這麼成功的名作 但是反過來他們都會遇到一個經濟困境 而我們這些好像相對香港 更加小的市場 和更加有限的資源情況下 那其實當然都不是這麼容易成功 Anyway 那今天我們有沒有什麼補充 如果大家想 想我們講其他不同的舊遊戲 或者其他相關的 都是遊戲的東西 那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讓我們收集多些不同的意見 然後再想新的題目給大家 記得Like和Share給不同的朋友 最重要就是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是的 今集是這麼多 下集見 多謝大家 多謝 下集見 拜拜